复联系统港澳职委特邀代表考察团 近日在北京河北等地考察 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取得的发展成就 考察团成员表示 将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复联主席沈月月 日前在北京会见复联系统 港澳职委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 沈月月勉励大家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国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把浓浓的爱国情转化为 发展好港澳建设好祖国的自觉行动 考察团赴河北西百坡雄安等地参访交流 并在北京参观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 在西伯波我们看到我们的历史 再到这个雄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未来 中亡民族复兴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真的很希望在这个历史的任务上 有我自己的一点点贡献 我们看到国家的富强 看到国家的伟大 然后心里面非常的振奋 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希望香港可以尽快恢复平静 考察团成员表示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并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现在是越感到台湾区 那现在越来越多是一起融合 一起来商讨一些交流事业 这个是非常好的 坚持一国两制 坚持止暴治乱 我们也支持我们香港的警队 有十四亿同胞 有国家的支持 我知道我们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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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